韓國瑜因為他不是素人 他其實是政治老鳥 而且也不是吃素的 只不過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 他離開了政壇 並不順遂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並不是一個 沒有政治敏感度的人 那麼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大家也知道說 他是曾經怎麼講 踩在地上的 不是每天都在雲端 高高在上的 我覺得他的 社會的歷練度是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不管是選舉的講話 跟人的應對 他這麼做人 相對底下 我們會看到很多 國民黨高層的精英 你會覺得好像不是這麼的 你知道懂得人情義理這種事情 我覺得韓國瑜他這一方面 的確是這麼做人 所以柯文哲說要跟他 他沒有距離千里之外的 這不然就很奇怪 再加上他過去在台北市的 這樣子的一個共識的經驗 可是他也不是一個 我剛剛講 毫無政治敏感度的人 你現在一月分在選舉 然後你跟他熱熱鬧鬧的 創造很多的話題 即便韓國瑜沒有這個意思 也會被人家強加說 那是不是大家一定很多 你相信一定很多說 以後會不會柯瀚配 韓柯配選總統 韓國瑜是不是又要怎樣怎樣 又要跳脫國民黨的怎樣 一定會有非常多的 這些不必要的預測 我覺得對於剛剛上任的韓國瑜 對於藍營高度期待的韓國瑜 對於藍營內部所有的太陽 都想要跟他站在一起的韓國瑜 他何必 他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他也沒有說 就一定不要見柯文哲 只是說有必要這麼急嗎 因為本來他們也沒有什麼公式 說非要這個時候見不可 有時間的壓力說 非要見 非要解決不可 只說六月以前見就可以 對 就有見就好了 對不對 大家開心見就好了 自然見就好了 不要有給對外過度的聯想 跟政治上面的一些預測 我覺得韓國瑜這樣子的一個處理 就表示說他不是一個 對政治沒有敏感度的人 如果是一個政治 完全沒有敏感度的也很麻煩 就是說你現在是全台灣 最紅的政治人物 可是你卻毫無政治敏感度 這會製造非常多不必要的困擾 至於王金平請韓國瑜吃火鍋 我覺得王金平就是少數裡面 很會做人的一個人 我認為很自然 就是說王金平想要選總統 也很明顯 確定他要選了 看起來是這樣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如果他不選 他不需要有這麼多動作 然後每個人問他的時候 他的講法就是要選了 他只是說 他覺得初選何必還大費周章 我看他報紙寫 他不是就是說何必這樣正式宣布 到時候就去領表就是 所以表示 我覺得這句話的意思 當然他前面也講過很多話 我覺得都表示 他就是有決心要參選了 而且不是像大家講 要用協商 要用喬的 他說我到時候 他就說到時候去領表就好了 就表示說 他有參加初選的決心 他也有參加初選的準備 我覺得這就是王金平的期待 那話又說回來了 選舉的時候 他幫韓國瑜這麼多的忙 難道因為他要選總統 所以韓國瑜就不敢見他嗎 那你也太小家子氣了吧 這種無聊的切割也很不必要 大家大大方方吃火鍋 選舉的時候 本來就是同志大家感情都很好 然後選舉的時候那種 就是這叫什麼講 這種情誼 其實是很深的 所以我也覺得很自然 大家韓國瑜是很可愛 就幫什麼 打麻將嗎 大也都知道打麻將就是只要選總統的意思 說實在的 這四個人裡面 我認為排氣最好應該就是王金平 因為吳敦英說他不會打 我不知道他不會打 朱立倫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打 看起來好像一副也不會的樣子 馬英九 目前看起來是不太會打 對 馬英九看起來應該是 我做過他幕僚 他應該不會打麻將 他有打過麻將嗎 我都很懷疑 所以裡面排氣 不會打得很容易相公 不會打有那個滷肉的紋你知道嗎 開比較好 但是雖然朱立倫是天廳 是不是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但是韓國瑜 不是韓國瑜 對不起 王金平 王金平 排氣好 排氣好 就等看能不能聽牌 對不對 手上的牌好 這個排氣好 這個排氣好 看什麼時候能聽牌 找聽牌不一定會找胡 打麻將就是這樣很有趣 所以說就很有意思 吳敦毅他是黨主席 這本來就是 他不管要不要當 感覺他像坐莊的 對 他不管要不要選總統 他都要該做這件事情 當然現在 媒體當然是要往選總統的方向 才會有人點閱這個新聞 我覺得 我認為吳主席 也應該有這樣的想法 也不是 你認為他也會選 會不會選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幫他宣佈 但是我認為 他是的確有這樣的想法 跟準備的 因為如果他完全都沒有 就像王金平一樣 完全都沒有要選 就像馬英九一樣 我如果完全沒有要選 我說2020 就直接講就好了 你別來講我 這搞我沒關係 沒有說絕對不選的 都有機會選 而且我認為都很積極 我認為都很積極 我認為王金平是一定會選 其他的就是 吳敦毅跟馬英九 我還不敢講 因為吳主席現在沒有表態 我覺得馬英九也應該有在準備 所以說在這種情形底下 他作為一個主席 找所有的縣市來談 兩岸交流的事宜 他不做是失職 對不對 你覺得主席很奇怪 怎麼什麼事情都不做 現在所有的縣市首長 新任縣市首長 都想要做生意 都想要賺大錢 要跟對岸談 他當然要做這件事情 不過最後這個麻將 到底是要打幾圈 對不對 有人擔心說打麻將沒關係 可不可以一圈就 一個風就好了 不要打兩圈 不要打兩天兩夜 結果這個麻將 到底會打多久 不曉得 這是可能大家比較關心的 所以韓國瑜的動向 就是動見觀瞻囉 我覺得韓國瑜是一個 怎麼講 我的感覺 他是一個通勤達理 有政治智慧的人 他不管是 國民黨哪一個人出來選 絕對不會去支持柯文哲 就這樣 丁守中當時 韓國瑜沒有到台北 是事實 可是其他的幾個人也沒有來 11月11號那一天 盧修宴也沒有來 侯友宜也沒有來 但是韓國瑜有提出 那是不是丁守中 如果有機會來南部或中部 或高雄同台 一定幫丁守中同台 你大法剛才講說 為什麼韓國瑜 是不是有點不夠意思 沒有到台北來 我沒有這樣講 我說是一個大問號 他沒有來 你說3000多票 不是沒有人知道 吳敦翼主席 在前幾天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還特別讚揚了 韓國瑜有情有義 他沒有必要來做這一局 但是丁守中有另外一種方式 可以得到韓國瑜的票 就是下去跟韓國瑜同台 但是丁守中拒絕了 他說我為什麼要離開台北 到高雄去跟韓國瑜同台 這是丁守中委員的選擇 我跟大佬報告一下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講說 1月27號的所謂科涵會 科涵會1月27 現在沒有了 大家會討論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愛河邊 還是夜市還是怎麼樣 觀眾朋友 1月27號是立委補選 那一天立委補選 有可能柯文哲他放著陳思宇 跑去高雄跟韓國瑜見面 所以基本上這個日期 他的假設就是錯誤 不可能那一天約見面 韓國瑜跟柯文哲兩邊 我跟大家負責任講 大家記得北門那一天 蔡英文跟柯文哲見面 就是那一天中午 那一天中午 柯文哲跟在台灣的大陸記者吃飯 為什麼吃飯 因為雙城論壇要登場了 雙城論壇登場之前 會有一個慣例的跟陸媒的餐序 就那天中午在轉桌的時候 有一個記者問到他說 韓國瑜現在很紅怎麼樣什麼 他說我們是好朋友 見面沒問題 比起今天等一下兩點 要跟蔡英文見面 他說韓國瑜的應該更有趣 我會去高雄看韓國瑜 是那天柯文哲自己講 所以剛剛舒華講的沒錯 這段期間是不是有出現什麼狀況 所以沒有了 不是 是因為根本兩邊都忙到 沒有時間安排 韓國瑜的事實還沒上詭告 每天還有很多的議員 或很多媒體還在什麼 高雄壁 什麼冷泉溫泉 他還有很多事情要煩 所以還沒來得及去安排這個 不用等到六月 我覺得對韓國瑜跟柯文哲來講 他們兩個現在在處理事情的 民意調查度上 是超越總統蔡英文的 也就是說市長他的重視程度 民眾的信賴程度 能把問題解決的民調的程度 都是高於總統的 也就是說 他們根本不用太去忌諱這一些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市長 現在都是市長身分 也沒有要選市長了 也沒有觀察 而且回到戰略的角度來講的話 如果韓國瑜跟柯文哲同台 讓柯文哲最後決定要參選 對國民黨來講 撒卡都是一件很壞的事情 當柯文哲跟民進黨的參選 還有國民黨同時在的時候 而國民黨那個人很強的時候 是不是國民黨反而更容易勝 我現在假設並沒有據點 只是說他是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韓國瑜 剛剛大佬講 韓國瑜去牽制柯文哲 讓他欺言不要太旺這件事情 不見得是國民黨 不見得是最好的選擇 對 不見得是目前國民黨 唯一的戰略目標 所以這一點其實 韓國瑜根本不會是做的事情 就是說他不需要去幫 韓國瑜不是主發會的主委 他根本不用去做這個事情 市政的交流很好 台北市跟高雄市 互相坐高鐵一個半小時 所以一定他們未來會見面的 只是現在還沒有安排而已 至於王津平 王津平那一天 其實我很早在盛紅跟大家報告了 應該是在選後 三龍搶豬 我講三龍搶豬 我的三龍搶豬 不是假設他要選 我跟觀眾朋友再報告一次 王津平 吳敦義跟朱立倫 三個人都是百分之百要選 三個人都一定會選 至於馬英九是觀望 如果王津平的 最後的身世很好的話 或許他會跳進來 因為馬英九他可能 不太能接受說 最後國民黨是王津平代理 所以馬王又要有Part2嗎 最近大家在吃所謂的火鍋 民進黨黨主席誰來選 吃火鍋決定 王津平都請你吃火鍋 地點在露竹的老家 還需要選嗎 那天俗華在現場 一定不需要講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可以很負責跟大家講 因為現場的每一個人 包含韓國瑜 王津平 蕭翰俊 許淑華 林國正 還有那些企業大佬 沒有一個人 不知道王津平要選總統 所以都已經知道事情 何須再講 王津平馬上15號 下禮拜要出書 喬 己身為喬 你們都覺得我很會喬 我是喬王 但是我還真是個喬 我是個bridge 我是兩岸的喬 我是藍綠的喬 我是階級的喬 王津平已經準備好了 他的最後一站 因為沒有選上 可能也不會再選下一次的 他一定會參加黨內的初選 但是他不會那麼快表態 他也不需要表態 因為相信 像跟我一樣看法人也很多 都已經知道了 朱立倫跟吳敦義 也不用在那邊等說 找一個人去問看王津平 他們內心都知道 百分之百是要選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等到最後 黨內的初選辦法出來的時候 王津平就會順勢去登記 我還需要講什麼 就初選 至於是全民調 還是三層黨員七層民調 都看黨的最後的 還是沒事初選 對 所以現在並不是說 因為有一種說法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最近常常看到有很多人 就是說 以他對王津平院長的了解 王津平院長是在幫國民黨 創造一個局 然後最後讓立委的行事很多 然後他又回去當立法院的院長 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就是看我以後有沒有講錯 他絕對不可能回去當立法院院長 這一次就是要選 中華民國的下一任 明年的總統 這是王津平現在的路 當然他最後如果沒有被提名 那就是沒有辦法 王津平的態勢已經非常明顯 吃火鍋再露燭 他就是要選 他不用跟韓國瑜 還有其他人講說我要選 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他要選